河潮的代表 大家早安 大家好 首先我代表臺南市 每一次你熱烈歡迎四位大使 以及各界貴賓來到臺南 首先 我也要向四位大使本身所展現的勇氣 還有犧牲奉獻 所得到的對女孩子的貢獻 要拿最高的敬意 為了歡迎四位大使 也為了歡迎各位貴賓 我們今天特別邀請了我們凱南市 包括這個牆友會 也包括了凱南市家長關懷兒少協會 以及凱南市婦女助金會 長期關注在婦女權益的團體 還有我們兒少的代表 共同議會 希望讓今天的見面 不僅僅感謝 也能夠自信 所以後續整個臺南市在 婦女權益上面 或是平權的意義上面 甚至女孩子的人權意義上面 都能夠讓臺南市有更加的進步 我們請來歡迎 我們請來歡迎 我們請來支持 我們請來孫中協會 France of the National Friends of Chang Society Thailand's City Association of Parental Care for Children's Education Thailand's Legal Women's Rights Promotion Committee 台湾包括台南市也走過艱辛的年代 過去台灣社會也有同樣性 這樣長一段時間 台灣社會也存有不孝有三無厚為大 然後也不把女孩子當作是家裡團中接待的代表 這樣子的情況 在過去一段時間 台灣社會提供生存在 尤其是男人的父親 是一種違反性和尊重的父親 所以女孩子常常遇到嫌疑 但這樣的年代當然 青少年的女性 女孩子或者是女性 當然沒有受到社會應有的照顧 包括小時候的照顧 包括受教育 甚至於婚姻工作權都受到相對的獲得 但好在台灣社會在民主化的時候 然後社會不斷的進步 現在是一個多元的社會 我剛剛提到這些問題 也大理上都一一的解決 也不斷的在進步上走 現在我們的總統就是女性 然後本市社會局的同仁主管多數都是女性 政治高普考 考出來的結果 也常常是女性考的比較多 錄取的比較多 我們國際社會局的同仁主管多數都是女性 然後我看到不僅僅是消防局的同仁 警察局的同仁 甚至於國防部的國軍過去傳統上的概念 這應該是男孩子做的工作 現在漸漸女孩子參與投入的人越來越多 因此當我看到 當我知道有四位大使 幫忙來自巴西斯坦 南美尼亞 蒙古 還有台東 這個 加里 向里 要來台南市訪問 我們非常非常高興 也接受幫你們 我對你們的勇氣 以及所做的貢獻 發佈內心的健康 I sincerely respect you from my heart for your courage and your contributions 你們的勇氣不僅僅改變你們的一生 同時也像是一盞靈燈一樣 照亮你們的 照亮的巴西斯坦 照亮的亞美尼亞 也照亮的蒙古 Your courage has not only changed your life but your courage is also like a bright love that gives light to Pakistan, Armenia and Mongolia 我相信經由我們擔任的努力 我相信這個社會 這個世界一定有機會越來越好 I believe that through our collective efforts Our society and this world will have opportunity to become better 最後我也鼓勵我們各位何少代表 我們目前的社會狀況 經過很多人鼓勵的結果 那今天有機會跟四位大使見面 我希望我們大家能夠有一個積極性 建設性的一個座談 把他們的勇敢 把他們所做的事情 可以從中學習 讓我們個人或這個程度 能夠更加地平靜 I would also like to encourage the Thailand school representatives of children and teenagers that you know that our current society is the result of many efforts by many people and today we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discuss with these four ambassadors I hope you will have positive and constructive discussions that you will learn from their courage and thus learn how to make our society better 最後祝我們今天的活動 生命圓滿成功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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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它的男人 是他的祖哭 也是在巴基斯坦很多廟組的一個 一個叫做 Awakening Yufraan Hussein 拜拜 来自蒙古我们有Zoziah 干报 Zoziah是来自公主中心 我们公主中心的执行长也陪他一起来 就是Zexen 东斗 可以叫他 那最后我们的台湾的大使 就是彭亮瑜 还有他最后的新黄晓晴 谢谢亚洲美海人权大使 李安宗宁 这个活动我要感谢许多单位的促成 因此我们要先邀请到 运厅基金会的执行长 为了我们支持 还有刘局长 您还有我们的张局长 还有陈火惠 还有各位青少年的 或是副女大使的代表 还有我们的青少年代表 欢迎你们 也很谢谢你们的利益 那地新基金会今天把亚洲女孩 就是亚洲大使 带到这边来 其实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看到女孩的价值 那其实呢在联合国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为什么要递这个国际女孩日 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就是要呼吁各国 看见女孩的价值 而且呢希望大家能够投资女孩 给她们公平的机会 包括教育等等 所以我们看到的现在全世界各地的女孩的图像 我们真的会很惊讶 有上百万的女孩曾经被我们说的 就是人口汇液 然后我们看到的还有很多的女孩被强迫找婚 还有被落胎 在还没有生下来的时候只要性别筛选 知道她女生的纪别筛选不好的 那在亚洲这样的状况也是非常严重 那所以立新基金会在十几年前就开始倡议 我们要台湾女孩日 那很高兴呢联合国在2012年就定了这个国际女孩日 那台湾也在隔一年 那所以我们很希望这个女孩子的日子呢 我们要宣布她们的主体系 我们也希望大家看见她们的价值 那今天其实我们很开心喔 很谢谢賴市长能够重视女孩的议题 那我们也希望这样的女孩的议题 我们不要以台湾觉得我们已经够了 事实上我们看看台湾的女孩有很多被误会 包括为什么要一直减肥 因为大家会告诉她们说瘦才是美的 那这个也是我们觉得很伤害女孩自尊的事情 那我们也看到台湾的男女比例 也是因为系列灾略有失衡 每年少掉一千多位的女孩 所以这也是我们应该要重视的喔 那我们看到亚洲包括来自巴基斯坦 他们的国家有很多被迫结婚 其实这位人权的代表他自己本身呢 七岁的时候也差一点被加表 可是因为他的抗争 所以他现在把他的经验 去跟很多的家庭分享 请他们不要把女孩嫁了 而是应该给他照顾 那我们看到亚美尼亚这位女孩 还有蒙古这位女孩 他们都做了很多女孩地位的一些创意 所以我们也希望台湾的经验能够分享给亚洲 也希望呢全世界的女孩都能够被看见 所以这是我们很期待 那也很谢谢台湾市政府看到女孩的价值 愿意给她们有一个发生的机会 所以非常谢谢市长的带领 那我们也希望台湾的女孩也能够被台湾看到 甚至被世界看到 这是我们非常期待的 那也很谢谢 在这边也呼吁我们要多多的投资女孩 鼓励女孩 让她们勇敢做自己 勇敢做梦 谢谢大家